胡师傅来自胡州 他说去年12月 在招聘软件上看到招货车司机的广告 条件挺诱人 就来到杭州货班班 城市配送有限公司租车跑货运 押金4000元 租期三个月 3月9号他来杭州还了车 检查之后 他就让我签这个单子 刀面交接的 对对 咱们交接的 然后有没有说车损什么的吗 没说啊 就是可以退嘛 他来记得说小话 他也不计较 他说好说话的 他说我以为可以退啊 到晚上他发信息 他跟我说 这车押金不给退了 说什么你又被骗了 退车结算单上写着 应退费用合计4000元 3月9号晚上 车管给胡师傅发来一张纸条的照片 上面写着 恭喜你又被骗了 好好加油成为他们的奴隶 随后发来语音表示 押金退不了了 憋了一肚子火 胡师傅表示 对方说的话 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记得当初是在杭州渔航的上议中心签了合同 一行人先赶到了这里 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里并不是杭州货班班城市配送有限公司 胡师傅通过微信语音联系了那位车管 我发给你那个照片你这里没点书吗 我发给你那个照片你这里没点书吗 那是什么照片是谁留的这里没点书吗 我也不知道你发的吗 你发的吗你这微信发的吗 我发的我发的谁写的谁写的放在车上的谁不知道啊 那个指教是谁写的呀是问你写的呀 什么我写的我怎么说写的 如果是他写的他骗了您什么呢 影响到我了影响到公司正常运营了行不行 胡师傅做了什么影响到了公司 车管没有具体说明 现场记者找来纸笔 让胡师傅把纸条上的字写了一遍 大家可以对比看看 再问起纸条是怎么回事 车管是这么回答的 狗写的狗写的 多个多个写的 那我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地址在哪边啊 从胡师傅和车管的微信聊天来看 此前双方似乎并没有矛盾 还车的时候车里有没有这张纸 没有 我完全完全不知道 您跟他们有矛盾吗 没矛盾 那他为什么说是您什么对公司造成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 这张纸条的谜似乎一时没法解开 胡师傅说 既然对方承诺15个工作日内 会退押金 他愿意先等等看 有白包黄金眼记者报道 那么两时呢 我们到了